还有一个异犯的迷思 我们也应避免惊人审视 欧洲的殖民史 长江其与更大的世界史背景脱钩 给予孤立看待 仿佛约从1500年后 只有欧洲积极进取 只有欧洲在扩张 世界其他地方全其停止步前 我们应该谨记 达迦马或阿尔封锁的阿布尔克布尔 阿佛索迪阿布奎克 在印度洋上 科特斯和弗朗西斯克皮尔罗 Francisco Pizzaro 在美洲疫情风发的同时 明朝巩固了其专制政权 阿图曼帝国里出现一个新世界强权 伊朗在沙发维亡国 沙发维亡国 沙发维亚 富归一统 伊斯兰在东南亚快速扩张 1519年后 一个庞大的新伊斯兰帝国 在北印度出现 要真正了解大发现的意义 就得放在欧亚扩张主义 这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上审视 要把旧世界掉进来 以平衡新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